8月15日當紅演員張哲漢被網友爬出經常去日本靖國神社 儘管張哲漢道歉並稱自己不親日是中國人仍遭到抵制 內地藍歌手霍磚也被朋友圈的人曝光聊天紀錄 同時遭前女友爆料北亞絲生活 無奈宣布退出娛樂圈 而大陸共譯專家張文雲也因其與病毒共存的理論 引發中共不滿 隨後遭人舉報《清奇博士論文》涉嫌抄襲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的中國研究員黃亞秋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很多人都舉報自己朋友圈裡的人 這種現象非常可怕 給人一種文革的感覺 有專家表示 這是中共對民眾長期進行愛國訓練的結果 在高壓輿論下不愛國成為犯罪的代名詞 而狂熱愛國又被用來作為實現個人私利的手段